我们今天在四宏寺院里头 我们特别偏重在前面两院 发现都众生 众生无病是愿短 烦恼无尽是愿短 我们就专修这两样 后面这两样呢 后面这样我们留到极乐世界才办 我们把精神 力量 时间集中在前面两个 把前面两个做好了 决定往生净土 我到极乐世界再去学 发门无量是愿许 佛道无上前到那边去搞 不再次地耽误时间 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心求生净土 没有别的事情 今天这个世界灾难太多 学佛不能没有慈悲心 没有这个缘分 当然 老师念佛 有这个缘分 你就不能不做 所以佛菩萨随缘 随意语言不变 不变是不变求生净土 这个目标方向 决定不变 然后我们也全心全地帮助你 化解在那里 帮助你化解冲突 帮助你恢复安定和平 帮助你消除残难 这些附带做的 这些附带做的 有时候也妨害我们 自己功夫 但是可以 没关系 往生进途是决定 没问题 妨害的是 到极乐世界平位低一点 那个无所谓嘛 欧阅大使讲的好吗 凡圣同居出 下下平往生 我就很满足了 对 一点都不错 因为下下平往生 也是阿维 阿维约智菩萨了 阿维约智是什么地位 华严经上讲的 四十一位发生大使是阿维约智 阿维约智菩萨 阿维红智菩萨 阿维红智菩萨 你不能违背 遇到众生 有苦难的时候 能不成熟远手吗 能不习心去照顾吗 那不是佛弟子 这个道理要懂啊 要清楚啊 下面这念老跟我说的 有三有勤三行愿 居足成就而振得三身圆满之菩提 环福广利一切众生 度中生 断烦恼 学法门 这三月 居足 成就 才振得三身圆满 振得三身圆满 以后汉又没思 有色 那就是你这个第一院 第一院是 那个院是无忧穷尽的 身到十八土了 也就是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之后 就是一种事 普温度中生 哪个地方有感 哪个地方就有印 什么叫感 佛法里有个字 说得很好 语言 哪里有语言就到哪里去 语言就是感 感就是语言 我们现在简单上 是这个社会上一般人讲条件 有这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能相信 他能理解 他真肯舌 这就是云 有云帮助他 要帮他提升 他能信 帮助他理解 他已经理解了 帮助他修行 已经在修行了 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重要啊 不信的呢 不信帮助他起信 一个都不乐 大成教里面所谓 佛事门中不学一人 就这个意思 念念念都是 普度一些种事 要有这个心 要有这个愿 真正行动起来 那就叫行菩萨道 那就叫行菩萨道 不认诶 不认帮助他 不认识